封冰箱待会临时会今天最后一天 不论是新旧代表都踊跃提案 从农路社区部落居住安全到观光产业的发展 议题范围辽阔多元 而新任主席斯玉花就特别表示 搭造封冰所会友好和谐严格监督 所会齐心合力来建设封冰箱 封冰箱待会临时会代表提案审议议程 不论是农路修缮或严建 交通环境的优化等等 新任或连任代表高度关注提案讨论 有相关教会的图片 可以把在石桥上面能够搞怪钱 来增加整个入口的美化 工作今年争取圆明会的 文件站的周边改善的一个计划里面 所以到时候看会后 是不是我们香港当委会长 再跟代表这边再做说明一下就可以 因为它的级别是314万什么好 列席的乡公所相关客室主管也适时提出说明互动 而部落社区拘案的问题 相代表透过播放照片提案改善 其他代表门也纷纷举手护议 从16号起一连三天的临时会议 今天最后一天不论新旧代表都踊跃提案 从成年旧案浓入交通加强部落环境安全 乃至于观光景点产业的发展等等范围多元化 新任主席思域花也高度肯定 我们代表会所有的代表提了20个的案子 然后包含着我们昨天我们相公所所提的案子 全部都通过 因为都是为了封丁相 除了原本15件提案 再加上临时动议时相代表再提出5案 共计20件的提案 现见相代表为民所托争取地方建设 而乡长邱富顺表示 也将依照轻重缓及经费分门别类主义争取推动 也积极营造所会友好和谐关系的主席思域花 进一步指出将会带领代表同仁理性问证严格监督 所会其心合力为封冰箱打拼建设 记者是玉兰封冰采访报导